席丁克在伴州四国赛之前,对国奥对成绩并不抱有了公态度,他表示球队面临的对手各个强打,这次四国赛主要还是练兵,他要通过比赛考察队员,而在首轮比赛国奥一比零战胜了泰国,老帅给予了球员们福利, 北京时间11月17日晚,万州四国赛第二轮,U21国奥对一比一战平了冰到U21,希丁克在灾后表示,我们开局打得很棒,下半场体现了拼搏精神,重庆万州四国赛第二轮打响,中国U21以一比一战平冰到U21,上半场,也通用投球拔得投筹,雷文接远设备门将没收, 杨丽宇两次大门高出衡量,下半场郭劝博的乌龙球,十比分变成一比一平,尹聪要低射被扑,杨丽宇不设被防守队员搞出,赛后,国奥主帅希丁克接受采访,谈到本场比赛,希丁克表示, 上半场我们打得非常出色,我们的开局也打得很棒,而下半场双方都获得了一些进球机会,当然,我们面对一只身体非常强壮的球队,我可以看到我们球队在面对这样的对手会有怎样的表现,这对于我们现在非常有意义。 当然我们还是想要获得比赛的胜利,上半场尾声我们获得了几次机会,很遗憾没能抓住,但在下半场我们可以从球员身上,看到他们的拼劲,润劲,和在比赛当中的拼搏精神。 这也是让我很欣慰的,比赛第59分中,冰岛对班平底分,弗里德里克松和景区美特里格。 瓦松做撞桥配合后滴射球门下脚,皮球击重力助弹出后,打在郭全伯身上弹入球网,U21中国一比一冰岛U21,希丁克弹到这个乌龙球时表示, 不管这个球是不是乌龙球,这很正常,因为在场上确实发生了,我觉得郭成波是一位精神意志非常强大的球员,所以现在也不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鼓励。 对于球员们的表现,希丁克表示满意,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看到球员身上非常强大的意志力,特别是一些新加入球队的球员。 对于我来说,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,但是我对他们的投入非常满意,从希丁克之教这两场比赛来看,国王队在攻防两端做得不错,有进步,而且表现积极,希望球队在老帅的指挥下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。